人类有可能是造物族本主吗 在星际迷号中 人类飞船出现在外星土著的家园 他们完全看不懂这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们的科技落后 而且没有精准记录事件的先进设备 所以在这个种族发展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长老向后代传递一个信息 在二法元年三十五过七 咱们的主线 结果天空中出现巨大的圆盘怪兽 这只怪兽有两只对称的蓝色眼睛 呼呼冒着蓝火 鼻孔则可以喷射出红色的火焰 巨兽在天空中盘旋 瞬间就消失在眼前 这个故事在传递几千年后 土著人将那头空中巨兽 作为种族图腾世代相传 他们会认为那圆盘巨兽 与自己祖先有关 因为圆盘巨兽的庇护 咱们种族才得以延续 所以总结下来 当年的土著见到人类飞行器 由于科技收线 根本不知道是个什么 然后迷迷糊糊的 把这震撼人性的东西描述为神迹 然后理所当然的 把这些当初不理解的事 描述为与祖宗的命运相关 谣传几千年 族人也慢慢的接受了 自己是圆盘巨兽的后裔 就好像普罗米修斯众 人类坚持认为 科技先进发达的外星工程师 他是人类的造物主一样 所以最后我的观点是 别瞎找什么造物主了 人类是通过自然演化过程 逐渐形成的 人类的造物主 只能是咱们人类自己